为什么湖北这个武汉 又进行了小区的封控管理 为什么河南的夹线 它又突然进行了一个封线 我们想请问一下张医师 这个即将解封 结果又封锁的状态 是不是显示在中国的疫情 始终没有真正的控制下来 没错啊 因为其实它封城 已了以后 它也没有再做更进一步的 所谓的筛检嘛 它就是把它封起来以后 让它们自生自灭嘛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那谁也不晓得说 它到底里面还隐藏了多少的 这种有感染者 那包括就是 他们还报告说 有14%是无症状者 那这更让人家怀疑说 你这个说0 或是你的现在的这个感染者 比例那么低 到底是真是假是 让人家没有办法相信 尤其它的那种后来 还完全就是官方的数字 它也没有一个很确实的数字 让全世界的人知道 你的意思说封城了 但是要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对对 就是进一步还是要筛检 你不能说封了以后 你都就把他们封在家里 都不管他们了 那因为他这个资讯我们都得不到 所以我们其实就只能从他们的报道中了解说 他们这样封城以后树木一直剪下来 但是谁也不相信 因为毕竟你在封了以后 你如果还是像以方舱医院来讲的话 他们那种就是让你在里面 你看他们的方舱医院的床的距离 就可以跟西班牙 他们现在的所谓的方舱的模式的医院 来比较的话 其实他们那种就是 让他们在自身自面的那种景象 让人家怀疑说 你这个根本就是一个 你所谓的一些疫情的报道 都是假讯息比较多 张医师川普讲一句话 控制得好的话死亡人数大概就是20万 控制不好的话有可能到200万 会这么夸张吗 我想应该不会那么夸张 只是他很多都是以这种最坏的打算 像我们如果说一样 我们如果国内的话 本土的病例发生的时候 我们也要做最坏的打算 所以他这10万20万 这只要我相信 只要他们全国动起来 相信他们的疫情会慢慢往下降